我知道房間有一些把它形容成叫做 獲得一個無敵新星 這是一種說法 就是說好像它在三個月內 應該是具有免疫力 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染疫康復者就像吃到無敵新星 不會再得到COVID 這樣的無敵新星真的存在嗎 我們先從簡單的免疫學原理來解釋 無敵新星是怎樣一回事 對於一般的感染而言 初次感染時 我們的免疫系統會需要一段時間 辨認外來的病原 才能產生抗體 應對當前的病原 而同時也會產生對抗病原的記憶 這樣再次面臨病原時 免疫系統就可以快速回憶起病原的各種特徵 就可以快速產生相對應的抗體 來綜合病原 避免後續感染 而這種無敵新星的現象 在麻疹水痘感染的康復者中 的確是存在的 也就是一次感染終身免疫的現象 所以依據這個免疫學原理 感染Omicron過後的康復者 體內理論上就會產生對抗Omicron的抗體和記憶 那麼當身體再度遇上Omicron的時候 這些抗體和記憶也會隨之啟動 來快速中和Omicron的入侵 那到底Omicron的感染是否也像麻疹和水痘一樣 能夠有一次感染終身免疫的無敵新星呢? 其實不是每種病毒感染都會產生無敵新星 這就要談到一個免疫學的名詞 免疫原性 免疫原性是指抗原刺激後 免疫系統引發反應的高低 比如說一般感冒常見的 呼吸道融合病毒 它的突變很快速 又或者說像是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它會破壞免疫系統 這兩者的免疫原性都很低 無法透過感染來產生無敵新星 還可能讓你眼冒驚心 根據這篇來自日本東京大學的研究 他們取出未施打疫苗 但感染Omicron BA1或BA2康復者的血清 針對不同Omicron的病毒株進行綜合測試 結果顯示出 為施打疫苗的康復者血清 無法有效綜合各個測試的病毒株 這也表示 沒有打疫苗的人 即使感染Omicron BA1或BA2 在康復之後 也沒有辦法產生足夠的抗體 對抗下一次的Omicron感染 這表示 Omicron誘發免疫反應的能力低 也就是免疫原性低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問 台灣多數的人都已經打了疫苗 那麼在感染Omicron後 是否就能抵抗Omicron的 再次感染呢? 這就要來看 施打過疫苗後 被突破感染BA1或BA2康復者的血清 他們面對不同Omicron病毒株 是否能夠有中和的效果 在這邊可以看到 不論是Omicron BA1或是BA2的感染 都能夠提升各病毒株的中和抗體 這也表示 雖然BA1和BA2的免疫原性低 但要是先前施打過疫苗 出次感染康復之後 還是能夠產生中和Omicron的抗體 所以我們將前面的數據綜合起來 可以知道 因為Omicron的免疫原性低 人體產生的免疫反應低 但是在有打疫苗的人身上 Omicron的感染還是有一點點幫助 能夠提升中和保護力 也就是說打疫苗後 感染Omicron的康復者 他們血清中的抗體中和效果 比起不打疫苗 自然感染Omicron的康復者 要來得好 不過剛剛講的都是細胞實驗的層次 回到真實世界又是如何呢? 根據今年2月丹麥的一個研究 在Omicron BA1到Omicron BA2剛開始的流行期 科學家收集了感染後60天 重複感染的數據 有些是先感染BA1 而後被不同的病毒株BA2重複感染 雖然以他們當時的數據來看 案例並不多 而且主要發生在沒有打疫苗的人群身上 但整體而言 在感染BA1之後呢 短期內再度感染BA2是有可能的 而且除了BA1、BA2之外 也是有BA1感染後再次感染BA1 或是少數BA2感染後再次感染BA2 也就是同一個病毒株重複感染的案例 而感染Omicron康復後的案例中 最快在20天後被檢測出再次感染 這篇研究最大的貢獻是破除了過去的想像 也就是說儘管以免疫學原理來看 有些病原體感染後會有一段時間的無敵新星 但是千萬不要因此放鬆 畢竟會不會有新星 還是要看病原體怎麼說 以Omicron來看 感染可能不會帶給你無敵新星喔 在6月13日指揮中心公布在機場檢疫的感染者中 發現5例的BA4跟BA5的感染者 當BA4跟BA5敲起台灣的國門時 面對新的變異病毒株 無敵新星更是無用武之地啊 我們對於BA4跟BA5的特性了解了什麼呢 我們整理出兩個重要的病毒特性來告訴大家 第一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BA4跟BA5仍然承襲了 Omicron的免疫原性低的這樣的特性 而且更容易造成免疫逃逸 即使對已經打了疫苗 又感染了BA1跟BA2的康復者而言 他們體內的抗體 針對BA4跟BA5的綜合能力 比起對BA1跟BA2還要再低1.6到2.3倍 這表示對於已經感染過 BA1跟BA2的康復者而言 BA4跟BA5的來到代表再次感染的風險 將會提升 第二 Oh no! 症狀可能會變嚴重喔 還記得Omicron為什麼比起其他突變株 造成的症狀比較輕微嗎 不記得的話來複習一下吧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Omicron利用TMPRSS2的能力變弱了 但是在最近報告中指出 BA4跟BA5身上的突變 可能又讓BA4跟BA5 具有再次利用TMPRSS2 去感染我們的肺臟細胞的能力 由此推論 BA4跟BA5的症狀 可能會變得比BA1和BA2更嚴重一些 在Omicron BA4跟BA5 瀕臨沉下的現在 顯然不能再相信無敵新興的能耐了 好的 這就是今天影片的內容 如果想要獲得更多有關Omicron的知識 請關注我們的最新影片